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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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國中三 大嫂 來了 蔡司平為何妄想 被老婆推下懸崖呢 我在一件事 有哪一天我召認識 每天 怎麼 那天天氣不錯 我推著你出去 推到一個山坡的時候 推一下 然後腳要 他一直放那個房間的煞車這樣 有保險金嗎 然後就發一送就下去了 然後他還會一直在旁邊演說 你的時候我要回憋我 你為了娶一個少妻 然後壓給自己壓力 最壓無量嗎 大家好 我是Suppie 大家好 我是Suppie 在旁邊的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亮宇 大家好 為什麼要用語 為什麼 因為你在我耳邊講話很大聲 我濃了嗎 不是 好玩嘛 只是一個小開場 OK 好 下次小聲好不好 聊聊正題 你剛剛不是懷疑我的性向嗎 不是我懷疑 是大家在問我 大家在懷疑你 說你長得這樣子 沒清目秀的 你是不是 什麼 誰 不是 我剛剛認識你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皮膚很白啊 那一下手啊 都很秀氣啊 那個時候沒有人覺得說 你是Gay嗎 有... 我當心這一行的時候 可是慢慢隨著年齡的增長 皮膚開始發黑發亮 黑金以後 然後再加上主要是你的出現 是因為我的關係 當然啊 對我來講 你當然覺得是很Man的男人 不然我兒子怎麼來的 是... 客人這麼快就到了 那待會兒再聊 今天是誰呢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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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型斯文 風度翩翩的蔡思平 與美麗主播林蘇維 兩人結婚四年 育有一女 老夫少妻搭配了他們 在婚姻生活中又會有什麼問題呢 婚姻生活真的會影響到 他們的事業嗎 他們又會對彼此說出什麼真心話 我們趕快來瞧瞧唄 呃...他的笑容吧 我記得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時候 我們那天約會是在一個 現在已經店已經沒有開的 英國茶館 剛好那個太陽從我的背後 這樣照過來 差不多下午兩三點的時候 所以他就一直笑 一直笑 覺得很像那個燦爛的陽光 大家以為蔡思平很浪漫嗎 她不是個浪漫的人 我想不起來 就是大概差不多快三年前吧 那時候我發生了一個意外 頭被打了 被一個精神有點狀況 有點不好的一個女生 K了一棒 那我太陽那幾天 出乎意料地 果斷而溫柔 果斷跟溫柔有時候 很難放在一起的 我所謂溫柔是說 她照顧我的時候非常溫柔 可是她處理朋友來看 很多媒體來問 她非常的果斷 所以各位印象很深刻 從我產檢 直到懷胎一個月 然後到最後生寶寶 她每一次都陪我去 十幾次從來沒有缺席過 我覺得她是 讓我最感動的心 這個答案我絕對沒騙人 我最近常說 也就是因為什麼呢 因為我太太跟我女兒 長得很像 她們倆的相似度 大概是95%以上 但唯一稍微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是我女兒的眼睛 比較大 雙眼睛比較像我 像我們家人的傳統 那所以我每次看到我女兒 很可愛的時候呢 尤其笑起來 也非常燦爛的時候 就跟我太太說 哇 真是愛妳啊 跟我們生了一個 這麼可愛的女兒 所以我現在講這個 我太太不知道會不會生氣 因為我現在講我愛她 都是因為我女兒 她很常說我愛妳 然後她喜歡用簡訊的方式 就是可能她今天心情特別好 或今天特別容易感動的時候 她就會跟你講說 老婆我很愛妳 或是 老婆 我沒有妳跟女兒 我該怎麼辦呢 我第一次聽到蔡詩萍這個名字 在看到蔡哥這個螢幕上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本人是在節目裡才看過 我真的覺得蔡哥是不是GAY 我真的有這個問題 我是去上紀念女元幫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說 你... 你不是GAY 不是 我不知道 有這位美女在這樣 沒有 你看那個迪茵姐 她本來想說 我還不知道妳嫁給這個GAY 不是 就是說這個GAY的事情 已經困擾了她20年了嘛 然後她結婚了之後我就說 我拯救妳 妳可以擺脫這個名號 但是那個李明依就跟我說 我告訴你 蔡詩萍跟詹恩雄結婚 只證明一件事情 GAY也可以結婚 並且生孩子 對 就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真的有GAY結婚生孩子 可是他們就記事當GAY 我跟你講 有一種狀況 不是有這種狀況 不管是GAY還是LESBIN 都有一種狀況就是 她可能是在當初開始 就是魅於社會的壓力 然後他們就還是跟別人一樣 結婚生子啦 可是呢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她可能就社會越來越開放 他們就越來越的 越來越給自己一種勇氣 就是說他們可以拋棄那個婚姻或家庭 然後追求自己的真愛 對 是有 現在社會上是有一些朋友 沒有 我開始擔心了 好可怕 我們會跟孫鵬還有三英雄一樣 我們會努力的繼續的 一直維持下去 我可以肯定 那絕對不是GAY 對 對 絕對不是GAY 我們這樣講 其實我們是那個 就是另外一個立場 看這個蔡哥嘛 對 那我們問一下這個舒緯 你第一次這個看到蔡哥 你會不會懷疑 他這個方面的問題 我第一次 因為朋友介紹我們兩個認識 然後我第一個反應就說 蔡詩萍 他不是GAY嗎 然後那個朋友就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他認識很多年 他這兩年來 都沒有帶固定的女朋友這樣子 但是都一直都有帶 對 就是沒有固定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喔這樣 那我說喔 那他很花 但是認識他之後 這樣子的疑慮就沒有了 對 還滿MAN的啦 還滿MAN的 OK啦 哪也不花 不花啦 不花 可是我覺得蔡哥 結婚以後還敢花嗎 結了婚以後還敢花嗎 有啊 有人結婚以後 真的嗎 有人結婚 你為什麼在看那邊呢 我沒有 我只是剛好轉頭 跟那邊轉頭 你不是在看他嗎 你不是在看他嗎 我在問他 還是有些朋友問花嗎 沒有 我跟你講 結了婚以後 男人的花 其實我覺得就是OK 嘴巴上說一說 眼睛看一看 但是我們行為很簡點 沒有沒有 有些人是真的花 真的啊 真的啊 報紙你沒有看嗎 這真的滿在意的 真的喔 不是我們在意的男人花啊 我為什麼沒有否認過啊 剛才講話那位女主角呢 女主持人呢 上過我的經驗夢幫的節目 是 她就算是對她以前那個男人 有很多很多的抱怨 可是呢 她還是很愛她 真的 真的 因為她那個 所以OK 這句話我就是 我聽得最高興的 我覺得我們最吃虧的就是 其實我們也沒什麼花 對不對 你不能怪我們長這樣子 就是要花啊 也不能長這樣子 送送給你們 對 沒有說你們花 在那個節目我還講過 我在這邊為孫鵬作證 我們不是因為第三者分手的 對 我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最後還說她對你其實是非常 我沒有講說 我沒有講說 我沒有這樣講 沒有 我沒有這樣講 我只是說我可以這個 我可以肯定告訴大家 不要以為大家 大家都以為孫鵬很花 我們不是因為第三者 我們是因為個性不合 但是我沒有講說 她還是我最愛的 因為那個時候 我不可能講這種話 不過我平常聽講 我跟蔡哥遇到一個 相同的問題 就是人家一直以為她是gay 就是人家一直認為我很花 是一樣的感覺 其實不是吧 對 你不能因為我們外表 或是我們比較有書卷氣息 沒錯 這樣子就有 書卷氣息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實在是 像我們共同的好朋友 王偉宙 就沒有人懷疑她 她是軍閥 不用懷疑 因為她一直展現得 很man的感覺 她很man 她隨時包括對卡蒂 然後鄧亞 就是一直要告訴大家 我就是很man 她現在還這樣嗎 應該是吧 她現在好多了 因為我勸過她 我說你這麼愛打球 對不對 你要打到老 所以你要對你的球友 跟感地好一點 要不然你風評傳出去 人家不要替你服務 也沒有人要跟你打球 你這樣講 偉宗哥聽到 會不會下次不找你打球 她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是她唯一的球友 那那個蘇惟 有曾經問過菜哥 當面問 你是不是gay 你有這樣問過嗎 不敢 我覺得交往之後 就不會覺得她 gay不gay就不是那個問題了 因為你已經認定 她不是gay 她比較花 不是 譬如說開始交往 她會不會牽手 親親 但怎麼會覺得她會gay 而且我覺得 她有那種 鏡頭在她面前的時候 她會稍微斯文一點 可是私底下她其實 並沒有那麼斯文 我比較驚 比較驚 那會不會罵髒話 會 就是我認識她之後 她經常在那個 一句話當中 加一兩個語助詞 是 經常 然後我就說 哇 你好man喔 你居然會講這樣子的話 她說 不要這樣講話 她始終沒有結婚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她覺得女孩子很麻煩 並不是她沒有對象 她是一直都有很多的對象 就是 不斷這樣 沒有間斷這樣 但是她一直覺得女生很麻煩 那人家問我說 會不會擔心她花心 我說不會 很多的那個文人 她需要有自己獨立空間 因為她很怕別人侵犯她的空間 對 所以她處理一個女朋友 她就已經花盡心思 怎麼樣去擺脫她了 她不會一次處理兩個 對 所以當她遇到妳的時候 她覺得妳不是 需要讓她處理的人 妳會自己自理 妳不知道 我覺得我可能比較獨立 她覺得這個 這個不錯 好處理這樣子 好處理 應該是這樣吧 對 應該這樣講 我太太呢 裝出了一副非常獨立自主的 對 然後呢 公事獨立 OK 就完全 完全奇怪 這個女生看起來 年紀很輕 然後呢 又很 很 反正乾乾淨淨泡泡泡泡泡 我也不會去 黏她 就是妳來找我 我就跟妳出去 妳不來找我 OK 隨便 我去跟我朋友出去 我有很多姐妹濤 然後欲情故縱之下 她可能覺得這個女的 欸 不會太黏 又又很獨立 可是她不用花很多時間 來照顧我 那結婚以後呢 黏的定義要稍微保留一下 好 她真的不會每天盯著妳 可是她會在關鍵時刻 怎樣的關鍵時刻 我記得我們台灣是一段時間後 有一次呢 那時候她說她跟她家人 要到美國去 問我們一起去玩 那我又想說 又不熟對不對 只跟她熟 幹嘛去美國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為剛開始認識 妳還需要一點時間 趕快把一些 她還不知道事情 所以她會處理掉 所以她如果到美國 去個半個月 那當然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就說 那我說我可能很忙 好 結果呢 她還走沒多久呢 我剛好接了一個案子 要我去一趟這個東南亞 我就去了 結果呢 你知道嗎 她才到美國 下了飛機 就打電話回到我剛開始 然後打到我的那個家裡 都找不到我 從那天開始呢 妳就曉得一直是 我打了飛機 她不通電話 而且有找遍 我跟她的共同朋友 她幾乎可以共同認識的朋友 都在問 找不到 找不到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 我的朋友呢 妳曉得過去壞記錄太多 所以大家都養成一個習慣 騙 不敢講太多 不敢講太多 因為她沒講太多 到底是怎麼回事 萬一她是講太多 比如說她是什麼公式 結果到時候 對 不能講 她們講得糊糊糊糊糊 就越講糊糊糊糊 她在美國就越覺得奇怪 這一定有問題 然後我就開始盤算說 我應該要跟她分手了 因為她起床 而且我覺得她的朋友 都字字烏烏的 其中一定有鬼 對 然後呢 然後就回來啦 回來之後我就說 你跑去哪裡了 她說 我才剛去文萊回來 我說你去文萊幹嘛 她說 因為剛好那邊的觀光局 找她去合作一個案子 我說 那你為什麼沒告訴我 你可以打我的手機啊 怎麼樣 我說我手機有開 她說 你說什麼 我說反正你放心 到文萊去賣的 一定不是我這種人距離 根本就要關心 根本就要關心 我這邊是故意去的 好 而且最主要是 引起她懷疑的是 因為你知道 朋友有時候都好心 想說 應該不會吧 她應該不會 她應該是在國內啦 因為她這兩天還跟我 打個電話 假 朋友假這樣說 然後朋友也這樣說 應該不會吧 我昨天才看到她 朋友秉了又說 應該也不會吧 我昨天還到我這邊來 打個電話 我立即就說 朋友都想幫你忙 可是每一個人 講的狀況都一樣 她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大家想法都很像 好像都套好了 對 她反而就完了 那這二十幾年下來 一直困擾你這個Gay的問題 那你有沒有遇過真的Gay 跟你施愛過 比較有趣 有 我年輕的時候會 比方說我印象很深 我那時候在台大念書 大二的時候 我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打工家教 我常常就是到那個小南門 家教 家教完以後呢 我就要換車回公館那邊 我就穿過那個現在的二二八紀念公園 就以前的新公園 以前新公園很有名嘛 真的還是很有名 對 對 對 可是人生很冤枉 我後來跟他講這個事的時候 我朋友就問我說 你沒事去新公園幹嘛 可是我去尿什麼可以吧 因為有酸梅湯啊 酸梅湯有名啊 我說我喝完酸梅湯 然後上個廁所尿一尿再回來啊 可是有一次呢 就在那個地方 然後呢 就在那裡上廁所的時候 就有 算是我生平第一次 算是被嚇到 因為他就是 是個老伯伯嗎 就是跟到你的 沒有 是個年輕人 他跟著 跟到你廁所裡面來 是 然後 但我可以確定他是男的 可是他打扮得非常的女性 然後就跟你搭訕 那你嚇了一跳 剛剛你以為是 以為我走錯 我以為我走錯 走到女廁所 對 但是一看那個尿筒 那是我的啊 是 然後呢第二個反應是 你確定那是你的 沒有沒有 第二個是我覺得他走錯 所以一看他沒走錯啊 因為他也這樣走進來了 所以就那次是嚇到一次 還有一次是在 現在的紅樓已經改成劇場了 以前紅樓是電影院 對不對 他都演那個 二輪的片 對 很多很好的電影 我到現在才記得 勞伯迪尼洛的蠻牛 蠻牛 我跑去看 結果看一看就一個人手 突然間跑過來 這樣碰你上來 我就一打 我第一反應滿滿 你曉得男人很奇怪 如果是一個女生 這樣碰你一下 你會覺得那感覺很好 還會順時搭上去 可是很奇怪 你就突然覺得說 旁邊一個放下來的手 摸你的時候是不舒服的 你回頭去看 果然是一個中年男人 然後你就啪一聲跳起來 然後那時候我們高大二 各頭也還可以 你幹嘛 然後他就等一下 然後就收回去 過一回呢 我還沒有 我那時候還很笨 第一次的時候我還 我只是這樣說你幹嘛 我以為他弄錯了 他說對不起 我就在看 過一回呢他一直在靠過來 我那次就真的火大了 我就站起來 我說你要幹嘛 然後他就點點頭 他大概確定我一定不是 所以他就自己跑起來 然後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看了電影我出來的時候 經過那個紅樓的一個走廊的時候 就看到兩個人抱在一起 然後 我穿過去的時候 直覺反應就是 兩個男的 他一看 果然是 那從那次以後 我大概就對所謂同性戀的問題 就比較 那我覺得你真的很斯文 正常的話 你應該揍他一頓 對啊 你還兩次 你幹嘛 你幹嘛 他就有風度 對啊 從小 家教 就是被爸媽媽磨到 不然我俊成長大的 我們其實也是講話 對啊 那你怎麼會有王偉忠 那麼出爐的朋友 你有沒有反過來說 你有沒有反過來說 王偉忠怎麼會交給我們 這些斯文的朋友 這我也很納悶 對... 那你對老婆有沒有做過最... 你覺得最Man的 最生氣 就是對你 大概最壞最壞的情況 很可能就是 自己垂桌子吧 對 自己垂桌子 然後垂到自己手 你氣老婆氣到可以垂桌子 以你的樂性 我們到底吵什麼 那老婆說 你以為老夫少妻 要維持這麼融洽 這麼容易 是要很Man 很生氣嗎 很忍 很忍 但他也忍過很多 怎樣的忍 你要怎樣 你覺得最忍 忍過他什麼 好 比方說 我舉個例子 我太太其實不太囉嗦 可是她對她在意的事情 她很堅持 有一次我不要去問什麼事情 我有一個行蹤交代不清楚 昨天晚上都幾乎沒睡 你就在這個節目承認吧 那你就到底好去哪 對 我就想說 我就說 沒什麼嘛 就這樣講了這個朋友出去 去一個演講 完了以後大家吃飯 他就不接受 那他就晚上就悶嘛 就歐了一個晚上 結果呢 半夜我就睡一睡 我就覺得奇怪 我總覺得有什麼東西 在我臉上呢 我就張開眼睛一看 結果他就這樣子 眼神就這樣子 太恐怖了 我要瞪他瞪得很緊 對 然後呢 讓他在 沒有防備的心態之下 告訴我實情 然後他就說 你下午 我那個人很瘦 對 這兩小時 對 因為他那天回來很怪 就是整個 整個說詞非常詭異 他說他是跟文化大學的 一個教授 欣為是一個教授 某某某 去陽明山幹嘛 我說怎麼可能 你跟他每一那麼熟 你為什麼要去哪裡 而且他那天回來襯衫啊 味道啊 香香的 對 所以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是有問題 然後我就趁他睡覺的時候啊 就越想越生氣 也睡不著 只好坐起來 看著他 也是更能量一下 你們大概差不多是半夜 我想是兩三點吧 我大概差不多 十一點多就睡了 你這樣 他就看多久 他就這樣 聽著你吧 我這一招還沒有 你這樣多久 是不是 你看別人 我們老公看別人 你看老公看別人 沒有 我覺得我應該是 睡一下再起來看一下 睡一下再起來看一下 我應該不會分到一直看他 可是你看 可是他得到的答案還是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你曉得 這個孫鵬一定曉得 我們第一個 我們老男人 第二個呢 我們早就練就了一番功夫 怎麼騙 即使是在瞬間 腦袋都不清楚了 醒來那一瞬間 還是知道要怎麼 我就說老婆你最美 我都是這樣 我沒有 我不曉得 我一起來 瞬間反應就說 就是去那個啊 去山上演講 講完應該會帶我去 去山上演講 然後聊天就很像 然後下午完就很難 我還是完全說詞都不改 那個說詞一樣 不會改變 所以到現在這個事情 還是一個問號 還是交代不出 是一個謎啦 就過去了 不過我想也就算了吧 給他保有自己的一份力 還是就生了他呢 他能怎樣 對 我認識他以後才發現 為什麼我對 甚至包括我會娶他 就是個女生 比我想像中的堅毅 因為這個很好 女生有這種特質 你就不用擔心嘛 他有一種很堅毅的性格 就是說 他如果認定了說 OK 他要照顧你 他要愛你 他大概就 那個不太會改變 可是 對啦 你這個道理是對 但是我覺得我的部分 跟你有一點對 會不會想來聽聽吧 你去扮演你看他這樣 不是 他很堅毅 你講不對啦 但是呢 我的表現也要很OK 所以我怕我老的時候 被他整 我跟妳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為什麼 我是一個會報仇的人 我建議 可是你最好是在 在年輕的時候 你不要 我會記仇的人 這個王友中跟我講過 說在眷村裡面 年輕的時候 那種老外的 老的一些年輕的外神爸爸 常會打那個媽媽 你的脾氣均勻嘛 可是呢 到了老了以後呢 那個老年所人以上的時候 他不會這樣 對... 手還發抖 吃 吃 我不吃 這位專家有講過 那這個你比較危險 因為你是老夫少妻嘛 比較有可能 這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們從我們的爸爸那一輩 學到的教學 我第一個 我就盡量比他好 對 第二個呢 我常常跟他講說 因為我們老夫少妻 我們差17歲 所以說真的 就是說等到我到一個年齡以後 他說實在你還是繼續 還可以嘛 年輕嘛 三十五六歲 四十歲 都還可以嘛 我就跟他講說 記住 我說很好講話 你如果真的有什麼三星而已 外面有什麼朋友 他認識什麼的 記住 只要不謀財 謀害欺負 謀害欺負 只要不謀害欺負 我都會點 切好的 記得回來 我要端水 所以記得端給我 而且呢 沒關係啦 所以說你凡事幫我請一個菲傭嘛 對不對 菲傭身材腳好的菲傭 每天這樣 推個車 還要身材腳好 你說什麼身材腳好 說不定嗎 因為我們常常有時候在社區 沒看到很多老人家都推出去 然後就五六部車在那邊 問題是你如果菲傭 漂亮一點的話 我們也有面子嘛 我只要一看... 你看看 對啊 我擔心還不是這個 你擔心什麼 我擔心什麼 我擔心的是 有哪一天我猜的一定是 每天說今天天氣不錯 那時候我推著你出去 推到一個山坡的時候 看一看 然後腳要... 一放那個... 把那煞車這樣一放 有保險金嗎 然後就發一鬆就下去了 然後他還會一直在旁邊一眼說 你得跟我壓住 你為了娶一個少妻 然後壓給自己壓力這麼多需要嗎 櫻姐 你是不是覺得 他有迫害妄想症 他不需要這樣子 我會對他很好嗎 但是一定有可能 如果他現在對你會很好 所以我就說... 所以你現在盡量對他很好 我現在都不斷演練這種情節 那我有個疑問 就是說 你們兩個年齡有一段差距嘛 是不是 當初再哥又被懷疑是gay 所以你們決定要步入禮堂的時候 有被反對嗎 有 我母親剛開始滿反對的 也不是說反對 他媽媽意見 有意見 不能跟丈母娘講反對 反對 他是反對 他是反對 對...他反對 因為我母親就跟我說 你確定嗎 你現在才26歲 然後對方已經40出頭了 是 那當你40歲的時候 對方已經快60歲了 對 但是你40歲的時候 你還可以保持得很年輕 你最虛惡的時候 他已經不行了 對 我媽這樣講 然後我媽就說 是啊 我媽是這樣講 我媽說 女兒啊 就女人的角度 我一定要這樣真真切切地告訴你 你要好好想清楚啊 現在幾個小孩 現在一個 一個 一歲半 對 人男女的 沒有多久 女生 那你也恢復得很好耶 還好 對 非常可愛的小女生 然後我覺得蔡世平她 因為她是年紀比較大才有小孩 所以她算是一個非常體貼 而且她什麼都肯自我的爸爸 就是包括你要她幫小孩子洗澡 她也可以單獨完成這個事情 然後換尿布 就是如果我讓寶寶跟他單獨在家裡 一整天 我可以不用擔心 那因為我很多的朋友就說 他們的先生可能只願意負擔一部分 然後不願意負擔很多 他一定要的 他現在最日期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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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哭你這邊也要哭女兒那邊 而且爭取女兒 爭取女兒對爸爸的支持 對 對 他還要一直收買 母親如果不要 你至少女兒要 你這樣媽媽就走不了了 沒有這麼慘嘛 因為他自己也這樣想啊 人家現在很幸福 可是他自己也這樣想 那不是我講的 女人不可以太寵男生 一定要訓練男人 我聽了 一定要訓練男人 真的 不用太寵男人 不然跟自己過不去 我聊 其實我跟你講 你講得有道理 但是聰明的男人 不用你們女人講 我們自己說回去 真的 就是 有啦...最近真的都有在做 對啊... 製作人有交代我要講好的 有啦...真的 我講真的有在做 其實很有樂趣啦 其實從這個過程中 也滿有樂趣的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做一個 真的...我現在是講真的 不是 我們作為一個好男人 其實也在這種過程中 慢慢建立好的形象嘛 我 對不對 很難啊 不會啦 我們現在是好爸爸 好男人的形象 對啊 很好啦 很好 真的 我現在是講真的 真的 現在他跟他兒子的感情 比我還要好 對 真的很好 你們在準備要結婚的時候 有一些阻力 但是我覺得 我那時候 聽到我也覺得說 因為那時候蘇偉 剛剛要起步嘛 對...沒錯 你竟然願意放棄自己的事業 他曾經在我們結婚前一段時間 他有機會到香港發展 因為那對一個新聞工作者來講 是滿好的 就到香港發展 然後市場是放到整個... 整個中國大陸 而且這麼年輕又這麼漂亮 對...那可是後來我們有 認真地討論這個事 就是說如果去了 他不可能 去了之後 一邊在那邊工作 然後又幾個月半個年 就跟我結婚 他可能就要...至少要放一年以上 所以我們有談過 談過說如果去 那我們感情是不是到一個階段 大家就先保持朋友 還是說那乾脆就不去 結婚了 所以其實要結婚前 那個事件是一個很重要 可是... 合了這麼久之後 我有時候常常有說 午夜夢回 有時候覺得年紀大了吧 所以搞不清楚是真實的發生 還是自己的想像 有時候我也講說 沒有香港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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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他剛剛還... 應該不可以吧 沒有啦 因為我們... 我還有到香港去 然後他也跟... 你不用放心 我不會說我會去香港 因為在台灣 經不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不用一直這樣 真的喔 沒有 我只是覺得 但是龍命力 我還是會借我一下 我一樣圈三個日子 不要就算了 對 櫻姐這招非常好用 對 就是三個 不要就算了 不要拉倒 OK 好不好 沒有 我就帶著兒子去嫁別人 真的 可是我們是同公司 這樣嗎 沒有 我的扣打 就到到今年底 沒有啦 其實喔 我們就要... 其實要相信緣分這個事情 是啊... 其實沒有緣分 我們四個就不會在那邊聊這個事情 沒有錯 而且其實想想 其實結婚也還挺不錯的 正點 正點啦 就是有個完整家 現在又有小孩 然後其實你工作可以努力的做 然後家庭生活好好的維持 我覺得就很美滿啦 對... 其實要不要結婚就是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至少我們現在覺得 結婚是一個很好的事 所以我也覺得結婚蠻好的 那今天蘇偉難得來我們節目 我們觀眾很久沒有看到蘇偉報新聞 要報新聞啦 對...不是 其實...其實重點就是 你報新聞 讓大家回想一下 你當年那種英姿 好 那然後呢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迪音 他想跟你學一下 英姊要報新聞 我不行啦 試試看 我覺得... 我覺得英姊報新聞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噱頭 而且 英姊她可以參差的國語台語一起報 難得一間的精采播報實況 馬上就要展開啦 美麗的蘇偉主播 架世十足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三立晚間新聞 請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三立晚間新聞 我是林書瑋 娛樂消息要告訴你 八連黨第一女主角 迪音旺夫韻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強 自從加入國綱幫幫忙救火之後 跟孫鵬的搭檔可以說是合作無間 兩個人一合作呢 收縮率就飆高到破了1的紀錄 那麼事實上 很多很多的觀眾 非常喜歡看兩個人 時而火爆 時而甜蜜的表現 那麼國綱幫幫忙的製作單位呢 還特地為孫鵬跟迪音兩個人 製作了特別的單元 希望可以讓觀眾看起來耳目一新 厲害 謝謝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的 三立國綱晚間新聞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三立主播迪音 迪音旺夫韻超強 自從加入國綱幫幫忙救火 和老公孫鵬並接坐在收視奧人 不少觀眾喜愛看他和老公孫鵬 時而火爆時而甜蜜的互動 兩人與來賓的報效談話 也讓收視飆高 迪音入主國綱幫幫忙不久時間 就創下收視佳績有依依的佳作 為了趁順追擊製作單位 更為迪音孫鵬夫妻量身訂做新的單元 讓兩人玩得更精細 天下第一位YES 謝謝觀眾朋友 剛剛看到一個非常深色的主播 想要做主播台是那麼不容易 真的 兩位 蘇瑋 我覺得櫻姐她的台風不用繳 是 但是因為要看鏡頭 要看鏡頭 對 其實我們主播有讀稿集 可是因為像我們播了很久 就會把所有的稿子融會貫通 用不同的詞去講 所以就會比較不像那個主播稿 這麼的制式 但是櫻姐她的台風就是 當然不用講 她現在是芭林黨第一女主角 破十紀錄的第一女主角 十三點 你看 十三 十三 破人山 哇塞 真的 這裡顧好好不好 是 連續劇的十幾就不用講了 是 那個 蔡哥你覺得迪音怎麼樣 剛剛抱著 你的感覺 我覺得 我覺得迪音也是 真的啦 這演戲真的很好 沒想到迪姐成績還不錯 在兩位高手面前 還能表現得如此沉穩 很值得大大加賞 接著我們進行孫蓬迪音評評理吧 我們來看迪姐的事情 OK 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什麼東西亂七八糟 舉例 他喔 他是一個 例如他看完報紙 報紙絕對不可能會 合成那種四 長方形四方形的 他一定是看完之後 全部是揉成一團在旁邊的 然後他們所有的書呢 也一定是 大大小小跌跌 高高低低這樣跌在一起 然後不會是一個 很有系統的整理的 蔡老師 請問一下 你看完報紙 為什麼要揉成一團 我準備要丟了 怎麼通常都是放旁邊 其實也不是揉成一團 就是說 OK 有的人看完報紙 可能會一張一張把它疊好對不對 像報紙 你從書包攤裡面買回來的樣子 是 我大概都很難 我常常都是打開 又看一看 摺一下 我覺得我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我會 哪些我要的 我會稍微把它摺一下 是 但是很放心 但我所謂要的是說 我會覺得待會有空的時候 把它Copy下來 或是把它做資料 大部分情況下都沒有 所以摺起來以後 摺回去就變亂七八糟 就是小的 從小的壞毛病 然後他的鞋子 脫下來之後 一定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鞋子這部分還好 放反有什麼關係 把它整理好就好了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但不是應該要放下來 就是脫下來之後 就把它放好 放在一個地方 像我們叫規則 妳講的這個規則 沒有啦 妳講的這個規則 是應該老婆去做的 而不是老婆做的 櫻姐講話了 好吧 我一直在做這個事情 對 那是對的 那我們來舉牌 看是男生有禮 還是女生有禮 來 請舉牌 哪個都在那邊 你是怎麼了 真的 沒有啊 你是不是很決心的嗎 我會寫在你這一邊耶 這是老夫少妻的 OK OK 我怎麼不能上你們節目 上得爽我回家我倒霉對不對 沒有 對 我們來看看 賽哥吃不了書為什麼呢 沒喝完的飲料不蓋緊 我跟妳講 他詢問我亂七八糟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 我也是一天到晚 幫他在後面做 什麼呢 因為他有時候晚睡 他打電腦 他旁邊一定放一杯 喝過的飲料 或者是放一杯水 我呢 他大概都不曉得 我都已經不知道幾次了 因為有時候多上很多東西嘛 你媽媽 因為你以為那個蓋子 可能蓋好了 所以你會碰它一下 把它挪開 一碰就把水倒下來 倒下來的時候蓋瓶蓋就鬆的 對 飲料 已經很多次了 那他很奇怪 我每次跟他講說 我每次只要一講說 奇怪 你喝過了水 把倒掉嘛 喝過了飲料 把蓋子蓋起來 扭緊嘛 結果呢 那他 他很厲害了 他馬上就會說 那為什麼你鞋子不放 抱子不折好 臂子不疊好 臂子不疊好 你才講一下 他可以講什麼 又一樣 對 男生隊 女生隊 翻盤 翻身隊 我覺得這個 不公平 我覺得 站在一個這個 家庭這個 乾淨的立場 你這個蓋子要蓋擠 因為 因為真的 清那個很麻煩 雖然是小事 可是很毒 沒有 主要是有小孩子 對 有小朋友在一起 他會來抓 好不好 稍微調整一下 回去力氣會大一點了 OK 來 書太多 書太多 書太多好啊 飽讀詩書 沒有 他的書 多到已經變成一個圖書館了 他是因為他在報社工作 他有很多身份 所以他很多的雜誌社會寄很多新書給他 所以 這麼這麼多的書 我們家的書 只要一個月 我們家就可以累積把20坪的房子 全部堆得高高滿滿的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這個房子是來享受的啊 為什麼都要跟書坐在一起 然後要跟書睡在一起 而且以前我們那個40幾坪的房子 餐桌也都放書 椅子也都放書 然後書房整個書都堆滿 都沒有地方走 都還要這樣 跳跳跳 那書有沒有在看呢 那些書有沒有在看呢 但也不一定每每都看 只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就是喜歡看書 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喜歡買書 所以書有多了很多 他這個其實還好 我以前單身的時候更恐怖 我以前單身的時候那個床啊 因為我有時候順手看 我就放到床邊 我那個床到最後呢 比如說如果是個單人床的話 那個單人床呢 它會有三分之一旁邊的書 我覺得我有一次地震 但不是921那麼大的 是小一點的地震 半夜一醒過來的時候 就看到我那個書這樣 這樣 然後你第一個白音就是 怕書掉下來 對 就是我們家已經真的書多到 他一個小套房 二十幾坪 現在全部滿滿的書 然後我們現在家比較大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規定你現在所有的書 只能夠放在你的書房 多的請你拿到你的套房去擺 不然的話 我們就捐給圖書館 不然的話 我會把它燒掉 那你就不要再放了 他怎麼捨得捐出去啊 麻煩就麻煩再折 對啊 書就又捨不得 沒有啊 現在有在捐一些給一些圖書館 對啊 給一些二重圖書館 因為多到真的是好恐怖喔 可是我覺得你說今天 就算整理好了 大概一兩個禮拜又亂了 你講 你怎麼沒有了解我 我大概... 我不要去遊遊拍 大概一樣的 不是講什麼 如果多個離譜也是不太好 到底是男生隊還是女生隊 請舉牌 OK 對 因為這是為了長久打算 其實我覺得書 如果你看過了 就可以送給別人了 沒有 有的好書是不捨得送的 那好書再留下來嗎 普通的就送給我們 這種普通會看書的人 可是我覺得在蔡哥的世界 裡面有普通的書 普通書怎麼會到你家 你們把家地址給我 好 你是給我朋友 而且誰可以看啊 蔡哥就說一張是 好阿滴的書送回去 沒關係 我也可以拿去燒掉 好 講得沒錯 書是應該整理的 對 稍微整理一下 好 再接下來 生悶氣 以為別人都知道 我不是在體育是不是這樣 他會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對 男生和女生的理解度 我們女生都覺得 你應該要了解 你應該要知道 但是你為什麼還不知道 我跟妳講 當我在生悶氣的時候 他馬上知道 對 因為他一定有做錯什麼 我才會生悶氣 我也會知道他生悶氣 可是我不曉得生悶氣的原因 他一定也知道原因 對啊 這方面我是 比較靈敏一點 不是 很麻煩 就是我沒有你 我沒有你那麼單純 我常常會想了半天 想不出什麼事情來 我不是單純 你是細心了 你是細心 你會去想 我是不會想 我們就舉個例子來講 像有時候我們 因為每年過生日 期生節有時候覺得太煩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 大概講好說 好吧 那就不要 沒有人跟你講好 沒有人跟他講好 沒有人跟你講好 奇怪 比如說他生日過後就心情不好 我會想到說 難道是因為生日沒送禮物嗎 可是我一定會想說 我們不是大家都講好了說 生日不要老是這樣子送來送去 煩死了對不對 可是他真的有時候還會滿在意的 那這個就不用舉牌了 不用啦 差不多 好來 會憋車 你到現在還在玩這個啊 憋人家車啊 所以我說他很MAN吧 他很MAN 不是啦 就是前一陣子發生的事情 我跟你講因為什麼 我很討厭不守規則的人 對 交通規則的人 非常不喜歡 所以我看別人如果說 隨便閃人家燈 我有時候還會自告奮勇的 不知道他背後 你閃他一下燈 那是不對的 對 你在幫人家整理發他 對 然後闖紅燈或是那種 我們明明就很一定的速度開 然後突然有一輛車刷過來 可能會危急到前後兩台車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生氣 那前一陣子發生的狀況就是 類似這樣的狀況 所以 對 就是不曉得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見義勇為 我也會 真的嗎 我還刻意一隻閃 閃到他跑掉 我閃一下 我會一直閃 會啦 我覺得男生比較會 可是那你有碰過那種 你一直閃之後他很生氣的嗎 下次來賭你的 你有沒有碰過 他就跑掉了 你跑掉了 然後呢 閃 大嫂 來了 下次來賭你的 你有沒有碰過 他就跑掉了 你跑掉了 然後呢 閃掉了 就閃一閃 就加速走了嗎 對 我不會去弄人家 我不會刻意去憋人家 我不會 因為我其實開車我滿謹慎的 我怕造成人家對我的不爽 那當然 對 他這個憋車也是 都是人家犯規之後他會去憋 但是我會跟他講說 如果人家犯規你又去很生氣提醒他 但是如果對方是一個更衝動的人 那我覺得就會危害到我們的安全 尤其是有女兒以後 會憋車到底覺得好不好呢 你覺得男生對還女生對 女生對 女生對不好 女生對不好了 女生不太好了 但是有時候氣頭來了 火氣上來一定要弄一下 可是我最近不錯 我最近聽我太太告誡以後 我好幾度很火的時候 我就想算了 算了就算了 沒有還是以和為貴 沒有必要嘛 看一下一個 上廁所太久 有多久 因為他喜歡在上廁所的時候 看書 然後有時候可能一個小時吧 太久了 沒有了也沒那麼久了 就是說在那邊看東西 他那時候根本沒上 就在那邊看東西 看就看望神 就看 我現在上廁所看東西 那你們有愛到你嗎 是沒有啦 但是我會覺得上太久 好像蹲太久 對男生不是很好 因為他已經沒有在上 可能就像那時候 就在看書 不是 我覺得也會奇怪 譬如說你如果上廁所 快一個小時 我也覺得奇怪 你在馬桶上坐這麼久 看書為什麼不出來看 對… 怎麼要到馬桶上看呢 你也常常在馬桶上面 看雜誌 看報紙 但是只是沒有看那麼久而已 對 就是說時間的問題 也不要太久啦 半個小時也是 也是太久… 除非便秘 我上廁所 你們三個人在那邊 我合這個 奇怪了 好 好 這個人來批批理 到底是誰隊呢 男生隊還女生隊 來…女生隊 猜哥要調整一下 對…好 為了自己的屁股 好 調整一下 好 來 喜歡追根究底 就我剛剛講過的吧 受不了 對… 跟工作有關係 工作有關係 因為你記者工作養成 你必須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是 那就發揮在平常日常生活 可是我發現女生 也不要太追根究底 本來現在結了婚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認識比較好過啦 沒錯 對啊 櫻姐 要不然來表達一下 看男生隊 女生隊咧 她臉如突然湊起來了 對啊 來 你覺得不應該追根究底 還覺得女生隊 我剛才暗示你說 那個敵音的臉色不太對了 你怎麼還沒有翻過來呢 我…我個人是覺得這個 我站在男生的立場是這一天 對不對 男生就是… 以男生女生來講 不要追根究底 反過來講 男生也不要太追根究底女生 彼此要有個空間 那我們結婚了就不一樣 結婚你追根究底 我反而會報告得很清楚 這樣講可以嗎 講得真好 男生對… 對啊 一個男生對 我第一次講話 臉好不容易 我會想到回家 下節目還要回家 OK 好 再來 拿我的牙刷刷牙 他怎麼發現我拿牙刷刷牙 我今天才知道 我今天才知道 我不知道耶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他一個很快的問題 他刷了 他每次刷完牙的時候 他牙刷 我們習慣性的話 你都會把它這樣甩一甩甘乾吧 因為這其實是清潔的好處 不要把那個水跟水質 在那個牙刷裡面留著 拿起來之後甩 可是因為他從來不甩 所以隔了一天以後 到了晚上到早上 我起來的時候 拿起來牙刷還是濕的 所以被你發現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用他的 你把它當成這種享受嗎 我老公都一直很笨 沒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通常呢 我會在我們的房間的浴室裡面刷牙 可是他比較早睡 我擔心我進去刷牙的時候 吵到他 所以他的牙刷是放在那個 客廳那邊的廁所 我們還有一個衛浴室 我們有三間廁所 所以你們刷牙的地方是分開的 對 就如果不在房間 因為他剛剛講過 他在房間他如果太晚睡的話 他會吵到我 所以他就會在另外一邊付霜 所以另外一邊只有你的牙刷 沒有牙刷 那我每次都想說 他應該不會發現 因為他絕對不容許我 用他的牙刷 那我覺得說夫妻有什麼關係 我又沒有病 不是 那很簡單嘛 這問題很簡單 多擺一組就好了嘛 對... 是... 可是我真的到今天才知道 原來他已經發現了 我一直都以為他不知道 妳這種行為多久了 這樣快兩年了耶 我結婚應該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喔 對啊 如果是一種愛意咧 對啊 是一種愛意 我可以在他的牙刷裡面 對啊 表現他愛你的心 對啊 可以接受嗎 女生隊呢 欸 女生隊 這樣才會Gay呢 好啦 其實今天跟那個 蔡哥喔 還有這個蘇瑋聊這麼多 我覺得啦 今天終於這個讓蔡哥 再一次的平擺 他不是Gay 對不對 因為這問題困擾二十幾年很爐 後來我怎麼發現 很多人都覺得他是Gay 即便他結婚之後 因為我一直不覺得他是 但是有一次呢 小S就說呢 他很喜歡擺POSE 然後從他講完那一次之後 我就 比較注意他是不是很喜歡擺POSE 那後來我真的發現了 就例如說呢 我們去帶寶寶去看病 有一次我寶寶他等你規診 發傷到39度40度 然後我們去醫院看病 然後看完病之後走了出來 我們就想到說 忘記問醫生說 那他腳好像皮膚有一點乾燥 那那個藥要不要拿 然後我就說 那你趕快去問 你趕快去問 他就會在那個 例如說這邊是醫生對不對 他就會這樣子 走過來之後 然後這樣子 醫生 請問一下 那那個腳的藥 需要再另外擦嗎 我想說 他真的好愛擺POSE喔 你應該走過去就說 醫生那個藥要不要拿 他不是 他就 真的擺POSE 醫生那個藥 腳還墊掉 然後醫師還這樣 醫師那個藥怎麼樣這樣 那就是 我就覺得說 他真的還滿喜歡擺POSE的 對 那是因為那醫生剛好也是這樣子 那這天沒有關係 還是你懷疑那個醫生 又誤解你 是不是 沒有 他腳沒有墊 可是他就是擺POSE 我覺得說 你為什麼手要放在那邊 其實都沒注意 我只是需要你去問醫生說 你要不要拿藥 我後來也是聽小孩子這樣講以後 然後再想想我以前有些朋友這樣講 好像是 有時候可以大概要怎麼搞的 就喜歡做一個POSE 對 所以今天跟蔡哥這個 蘇偉這樣聊很快樂 而且我覺得不管男生 man還是出眷器 都是男人嘛 是啊 是啊 不是說粗獷才叫man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不要再誤會我們了 我覺得只要愛老婆 愛自己的另外一半 愛家 都是心好男人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今天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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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